火車 一種很奇怪的魅力 在這個封閉的車廂裡頭 你我可能都不認識 但我們就坐在那裡 很安靜的 一起去經歷了這個時間 空間的移動 我蠻想邀請大家 跟我們一起上火車 去走過那個 我們曾經共有的成長記憶 為了紀錄鐵道的珍貴畫面 導演蕭徐珍站到雙腳麻木 仍不願放下手中的相機 即便旁人看來 就像苦行僧在修行 他卻樂在其中 我自己好 蕭徐珍早年是火車重度使用者 曾有十幾年 每個星期搭火車往返台北花蓮 因此對這台灣庶民 最具代表性的運具 再熟悉不過 某一次 一位前線鐵道員的廢虎之言 觸動蕭徐珍 成了紀錄鐵道日子的開端 就是我在影片裡面 有出現的那個張童明先生 他就直接跟我說 他說導演你要拍火車 要拍鐵道 這個時候 你就是直接來南迴 一定要在改變前 幫他留下紀錄 正是這一番話 讓蕭徐珍驚覺 承載許多人記憶的南迴鐵道 改變在即 著手紀錄刻不容緩 於是他開始拍攝 南迴鐵道之美 並到處尋訪 不為人知的故事 過程中他接觸了運物 公物 機物 電力等各種基層人員 印象最深的莫過於 大家多視火車為家人 那種密不可分的深厚情感 私底下我聽過司機員 口頭上就在那邊睡睡念 說今天天氣不太好 兄弟我們要加油 然後聽著想說 我說你剛叫他什麼 兄弟就是火車頭 火車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有一種情感 拍攝期間 蕭徐珍搭了上百趟火車 也常在狹窄的機車頭裡 記錄司機員的工作過程 他深刻體會 由於台灣各地 多是開放式軌道 華東又以單軌為主 只要一出問題 輕則全線停擺 重則造成傷亡 司機員的壓力不言可遇 那個其實很危險 你所有人都可能 牛羊 狗 蛇 然後人 侵入 都有可能侵入 所以我記得剛開始拍媒多久 就有司機員跟我說 他說蕭導你如果有機會 可以對外來分享的時候 你一定要跟他們講 不是我們去撞人 他說媒體每次都說 火車又去撞人了 火車又怎麼樣講的 我們好像是兇手 是別人入侵了我們的軌道 對 那所以他們的那種壓力 其實是很大的 多數的司機員對於發生過的事故 多不願多談 就曾有一位被害人 考慮了三年 才稍微為蕭局貞打開心房 出軌的五截車廂 摔落到鐵軌旁的山坡 包括車頭和四截的車廂 很嚴重的翻覆核傷亡 當時二屆稱之為南迴搞鬼案 事故中的副司機吳奇泰 經過幾次大手術才解決性命 經營礦傷卻容易擁護 因為他一直覺得過了就不要提 那還好他是因為有宗教信仰 所以讓他可以重新再站起來 所以他跟我形容 他就說他現在在看待火車的 這個司機的勤務 他用了一個形容紙 他說他覺得 其實就像路上的百度人 其實就是把旅客可以從 很平安 很安全的從假地 然後送到遺地 他覺得這對他來講就是最大的滿足 他是靠著這樣的一種信念 然後再走過那個很大的創傷 不然那個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為了讓下一代 對土地和文化有更新的認同感 蕭居珍身體力行 以細膩的心思 敏銳的觀察 到處行腳記錄台灣 期待透過鏡頭 讓觀眾認識眼前腳下的一景一物 珍惜也體會人生 哈囉 我是蕾亞 想要搶耳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